這也是實力非常的雄厚 第一個時間擋下來之後不知道球在什麼地方 所以王建民下球的時候一邊跑邊告訴恰恰球在哪裡 所以很快就掌握到了 所以你看這個骨位的動作先完成 來指示那個恰恰球在哪裡 馬上做一個很好的一個默契的配合 看起來王建民聲音還蠻大 現場這麼大聲他還可以叫得讓黃正銘聽得到 剛剛防護員有沒有要去做一個治療 黃正銘也說不用 這時候呢王建民登休啦 所以要讓比賽呢持續的下去